我们有一位老前辈最会说鬼故事 他说的鬼故事风格非常之独特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也就是香野传奇 我们赫赫有名的司马忠元老师 所以我特别的也在这个时机里面向司马老师致敬 给我自己取了一个专门说鬼故事的笔名 二马忠元 一方面人家是司马忠元 我是第二个 我二马忠元 再直接聊到你 我姓的是冯 冯是二马 二马在中元节期间为您献上7749篇 全新的鬼故事 影剧六寸有鬼 时报出版 我的影剧六村是一个虚构的村子 在台湾眷村的黄金时代 确实有七个叫做影剧的村子 其中一个影剧六村在基隆暖暖 眷村在前几年大概陆陆续续的 在全台湾800多个眷村 陆陆续续都被夷为平地了 尤其是在我的老家 我老家是自住行村 在高雄左营 前几年也都是完全搬迁完毕 完全夷为平地 所以我觉得眷村彻彻底底的消失了 但是眷村的故事 必须要坚持的说下去 尤其像我们这种说故事的人 你看影剧六村有鬼 这本书它的开本设计是有巧思的 故意的让它小一点 好让一手可以掌握 因为它写的是掌中小说 一个手掌就能把它掌握了 这么小巧的设计它很轻便 可以带着出门 坐在捷运上 坐在公车上 可以翻看个一两篇 不无聊一会儿就到了 但是我个人比较不在捷运上看书 因为我老花眼太严重 我还有点散光 我通常都是早上起来 在洗手间里面享受私密时光的时候 看点东西 所以以照我写的这个篇幅来说 你那个肠胃比较顺畅的人 大概我想一篇两篇 你就完事了 非常愉悦的就可以去工作上班了 如果你那个肠胃比较稍微修难一点的 看个五篇吧 也就会有奇效 让你通畅 让你身体健康 我想这也是这本书的用意 我设定《影居六村》一共有365户人家 其中100家在闹鬼 而这个鬼是广义的 有鬼 有诡异的事情 有莫名其妙的事情 有发人深省的事情 其中100家在闹鬼 那意思就是很明显 100篇 写作目标是100篇 然而现在即将问世的《影居六村》有鬼 是最先头的7749篇 7749 你听这个数目字 这个传统文化当中 这种乘法 这种数目字都有玄机的 能够问世 让大家能够欣赏 看了之后 大家多多给我意见 因为我们还接续着 马上就会有第二部 另外7749篇 敬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时报出版的《影居六村》有鬼 七月鬼门开 趁着鬼月来参加 大家来写鬼故事 网路争文活动 让我们趴在一起 你看过我的新书 《影居六村》有鬼之后呢 你也来写这些让人又爱又怕的鬼故事 就有机会得到奖金 看我们相声瓦舍的新戏 还可以免费享用到 青鸟书店茶屋套餐 还能够获邀跟我一块同台演出的机会哦 从即日起到八月三十一日结稿 欢迎参加 让我们趴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